好,在这一边我要教大家怎样做Competing the Squared 马来文叫做Ponyumpunaran Quasaduo Sempurna OK,Ponyumpunaran Quasaduo 它叫做配方 OK,华语 So,其实Competing the Squared呢 它在那个Quadratic Equation 它有在两个部分出现 OK,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在我的那个Quadratic Equation的部分呢 来找它的那个Root OK,可是这个我们通常都不用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直接用Formula OK,然后过后我会跟大家讲解 这个Formula其实是用Competing the Squared来做到的 然后可是呢,第二个地方是在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它在Quadratic Function的部分 OK,Quadratic Function的部分 OK,它在那个Quadratic Function的时候呢 我们来找它的那个Access of Symmetry 然后我们来找它的Maximum or Minimum Value 然后我们来找它的Maximum or Minimum OK,这一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SFM时常都会出 Level1都会出一题 这样的一种类型的题目的 所以它Competing the Squared呢 我们会学两次 第一次是在那个找Root的部分 第二次是在Function 然后现在呢,我先直接进入Function的这个部分 我们掌握的Function的部分 我们再调整一些来做那个找Root的方法 所以我们主要是要掌握Quadratic Function Quadratic Function呢,它是怎样的东西? 就是说,假设我现在有一个Function of x 然后In General Form的话呢 我们是Ax²加Bx加C的Battern 然后我这一个Ax²加Bx加C 我通过做一些步骤 我把它变成A挂弧X加P的Squared加Q 把它写成这样的一种Battern 就是说,从这一边来到这一边 这样的类型来到这样的类型 我们叫它Competing the Squared OK,好 在这一边我给你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我有Fx等于X²加4x加5 OK,我的X²加4x加5的时候 OK,首先呢 我们第一样要确保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X²的Coefficient OK,Coefficient 你要把它变成1 OK,等于1 OK,你才能够继续做我接下来的这个步骤 然后接着呢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有X²加4x加2的Squared 减2的Squared加5 OK,在这一边的第二个步骤是什么东西呢? 第二个步骤就是我拿B除2 OK,然后你加B除2的Squared 然后再减B除2的Squared 你自己加上这两个东西 OK,so在这一边我的A是1 B是4 所以我的B是4 然后我的C是5 所以我的B除2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就是我的B除2 也就是4除2等于2 所以我加2的Squared 减2的Squared OK,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B除2 假设我的B是等于8 这样我的B除2就会是等于4 我的B是等于减4的话 我的B除2会是等于减2 然后假设我的B是3的时候 然后我的B除2是32 然后假设我的那个B是7的时候 减7的时候 我的B除2会是变成减7除2 然后接着呢 如果我的那个B 如果我的那个B 假设我的这个B是4 3的时候 这样我的B除2会变成2 3 然后我的B会是减8 3的时候 OK 我的B除2会变成减4 3 然后我的B是7 7.2的时候 7.2的时候 或者7.3的时候 我的B会是等于B除2 会变成7.6 然后我的B是减5 7的时候 我的B除2会是变成-5.10 OK 好,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我是双数的话 我除2的时候 我就直接8除2 减4除2减2 所以4除2 2 OK 然后在这一边 如果我是分数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是单数的情况之下 这个是双数 双数我就直接除2了 如果我是单数的情况之下 我就把它变成分数 分母变成2 分母变成2 OK 然后这个一来 它就已经是分数的情况之下 我就 呃 然后它的 它原本就已经是分数了 然后它的那个分子 是双数的情况之下 我就拿分子来除2 减8除2 OK 然后这一个一开始 它是分数的情况之下 然后可是它的分子是单数的话呢 我们就分母乘2 OK 你看3乘2 6 7乘2 24 OK 好 所以这一边呢 我们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B除2 然后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 因为当我这样写的时候 我这三个我可以跟它合起来 它就变成X加2的Square 减4加5 OK 呃 这一边 你看啊 我的这一个后面我加B除2的Square呢 是因为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有这一个呃 我我重新开回的话 它是XSquare 前平方 然后后平方 二Square 然后前后两倍224X在中央 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OK 然后这三个我就可以合成这一个 OK 然后整体它就变成X加2的Square加1 OK 所以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OK 然后呃 我们 就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做那个Competing 的Square OK 那为什么我这这一个我刚才是用B除2 是有原因的 你就想象一下假设我现在有X加那个X加B的Square的时候 它就变成XSquare加2BX加BSquare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诶 其实我的这一个呃 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 这一个 它的这一个部分哦 是这个东西 其实是我那个B2的一半来的 OK 诶 没有它两倍来的 然后过后我找一半我就会变成B 然后我就加B2-B2 OK 这是它背后的原理啦 OK 嗯 我们在这一边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那个Graph OK 你可以看那一个 的 Des OK 你可以看那个Desmos OK Desmos 的那个Graph那一边 然后你在Desmos这一边呢 我们刚刚的这一个Equation是什么东西 呃 XSquare加4 X加5 所以我有X 然后Square加4 X加5 XSquare加5 4X加5 OK 你可以看到它的minimum point是-21 OK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边是E 然后可是它这一边是加2 OK 好 然后我等一下会讲给 然后它是X加4X加5 然后X2 X加2的Square加1 OK 挂弧X加2的Square加1 哎 你看这两个是同样的重叠在一起的 它只是以不同的两种形态来写 OK 这一个刚刚的这一个呢 是用那个 呃 一开始AX2加BX加C的Wetton 然后我现在Competing the square之后 我都变成X加2的Square加1 然后在这一边我们的-2E是我的那个minimum point OK 好 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它的这个minimum point 是那个-2 为什么它会是axis of symmetry 会是这样 so我们要找axis of symmetry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是拿这一边 OK 呃 有一些老师会直接讲啊 直接这个negative它就是的 然后我自己本身喜欢做的事情是X加2等于0 然后我的X会是等于-2 所以它的axis of symmetry呢 会是等于X等于-2 就是我的axis of symmetry 这一条是我的axis of symmetry 然后呃 因为我的A是E OK 我的A是E 所以我的quartatic equation是这样的shape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有笑脸 笑脸呢我们就有minimum value 然后如果我们的A是negative的话 它就酷脸 如果我的A是negative的话 它就是酷脸 酷脸的话我就有minimum value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我的A等于E 所以它是minimum的 所以这一个E是我的minimum value OK 然后我就结合-2跟E 所以我的这一个减何都号E 是我的minimum point OK so当我们做这个competing the square出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的这个Q Q是我的maximum or minimum value 然后我的这个x加p x加p等于0 x等于减p 是我的axis of symmetry 所以合上来减p 所以合上来减p 都号Q是我的maximum or minimum poin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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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